真言二十四章 一节二节 你不要嫉妒恶人 也不要起义与他们相处 因为他们的心图谋强暴 他们的口谈论兼恶 嫉妒在这里含有厌线的意思 因为别人有我所没有的 于是产生了怨度不平的情绪 真言三章三十一节说 不可嫉妒强暴的人 二十三章十七节 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 二十四章十九节 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 也不要嫉妒恶人 真言在这里告诉我们 不要嫉妒三种人 不要嫉妒强暴人 罪人和恶人 不要羡慕他们 不要效法他们的行径 对他们也不要心怀不平 是什么不平的情绪 我应该不会变成那种 所有人在会儿之前